买一辆新车回来,如何保养好? 至于车身七友方面,当然是想保持纳纳令,越长时间越好 就这样打个漂亮纳,似乎满足不了你们这些要求那么高的车主 我知道现在坊间不少石车的车主已经选用了PPF或者有自我修复功能的导摩 究竟两样产品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如何选择一只適合自己用呢? 今天我们请到一位汽车七友的专家Leo和他聊聊 Leo你好 你好King哥 其实我们先讲讲PPF PPF就是Pain Protection Film 顾名思义就是一块膜贴在车上 第一个感觉就是它的保护能力比较强 可以防刮花、防石仔 其实除此之外,PPF还有什么好处? 以及用PPF有什么特别要留意的地方? 没错,PPF在目前为止应该是最强的车车保护方案 它要单点一定的力度才可以去刺穿它 所以一般在马路上的石仔它都可以应付得到 而且它也不会像度膜或者打链 会随着时间而慢慢损好 日后打理也比较方便 例如长期拍在户外暴晒 其实它有机会变黄或者骯髒 打理得不好也会出现一些黑边 而且它也会比自我修复度貴 按照你这么说 如果一部车是浅色的 放在室外的话 整天日晒雨淋日子又供 又有着屎 树汁 长年累月就很容易有色差 如果经过一段日子 车真的变了色之后 我当PPF是一个选号品 变了色变了黄之后 我贴个新的PPF 这样便便配合了 是的 可以 PPF就是一块一块贴在车上 其实师傅的手工也很讲究 其实做PPF 我们会因应不同的弧度 形状去做剪裁 所以其实也有机会会见到一些薄口位 那就真的很考师傅的功夫 对于施工方面 其实我们已经有贴了那千部车的经验 在手工方面应该都得到大部分客户的支持 而Ken哥你刚才说 塞色车泊户外会变色 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建议 长期泊户外的客户 都可以建议他选择自我修复度膜 好了 我们又讲讲这个自我修复度膜 Cell Repair Coating 其实它都是一个液体涂层 只不过是比传统的一些度膜厚很多 而且有自我修复的功能 其实它可否代替了PPF 其实自我修复度膜和PPF 它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它们是不能够取代大家 自我修复度膜 厚度和保护性都不够PPF强 但是亦都比一般传统的度膜厚很多倍 它经过大概八两次的洗车 才会自然选好 亦都不会有变色的问题 由于它是一个液体涂层 所以任何车身的形状 它都不需要有薄厚 都做得到的 对于一般繁忙的香港人来说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它对不洗车的容忍度为之大 但是它唯一的缺点 就是它挡不到石仔 和一些轻微刮花的痕迹 今天谢谢Leo 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有关PPF和自我修复度膜的资讯 其实都没有说哪个一定比哪个 要视乎车主你自己怎么用车而决定 我自己就知道如何选择 你又知道吗